修法后首例,德国否决中资收购精密机械商,继美、英、加拿大等国之后,德国也加入阻止中资收购国内企业的横列蓬勃,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德国梅克尔内格金一日投票表决的方式,否决了中企烟台台海集团对德国精密机械制造商Life and Metal Spinning的收购案,这也是德国在去年修法后, 首次否决中资收购案据报道,虽然燕台台海集团已经在最后一刻,表示将撤回对Life and Metal收购案,但德国政府仍采取这项预防措施,德国经济部认为该收购案将引发国安问题因此否决,Life and Metal是德国汽车、太空和子工业的精密金属生产商,赞助商连接赞助商,连接德国经济部也考虑进一步收紧, 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规定,德国现行法律规定外国企业若有意取得国防、资讯安全相关企业25%以上股权,需经过德国经济部审核,上周德国经济部表示,可能会寻求降低25%的股权审查门槛, 过去中企高调收购德国企业引发反弹,2016年中资美币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大厂,酷卡克克引发德国舆论是促使德国修法的主因,此外先前在美国反对下,中资福建红芯基金对德国半导体设备厂案撕墙,Extran收购案也破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